希望怎么样 把它1加到99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for i 等于 for i in 什么 range 等于 1 1到100停掉了 所以不会加到100 OK 所以是1到99 那特别注意哦 底下这边我增加了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主要是累加用的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i 的值 把它存在上里面 所以上预设值等于 0 这个一定要加 这个没有加的话 程式会发生错误 然后呢 上等于上加上什么 加上 i 所以呢 加了 i 它 0 加 1 把它存回去 存到前面去 所以呢 再换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你这个 print 你不能够直接 跟那个上同一阶 如果同一阶 它就会一边 加总 一边 print 一边加总 一边 print 就会一行一行输出了 结果就不会是你要的结果 我发现了加总结果 是这个结果没错 OK 应该没问题啦 但如果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把这个 print 这个是一阶的话 如果跟它同一阶的话 那它应该会怎么样 它应该会 什么 上了之后有没有 它会加总结果 会先输出 加的第一次 加的第二次 加的第三次 所以它总共会 执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总共什么 printer 总共是99 等于一 一输出 有没有 它会一直输出 一直输出 有没有发现 从这边 从第一次 因为它执行一次 就printer一次 有没有 一直printer到最后一次 但是我其实只要最后一次 那特别是 你那个就不能放在同一阶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因为很多同学 搞不清楚 哦 那个阶层非常的重要 摆出位置 结果就错误了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back回去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在我云端上面 我有给程式码 不过特别说 我这边的写法 就不是sum等于sum加1 因为如果你有学过Java 应该都知道sum加等于 如果你这种写 就是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另外一种写法叫什么sum加等于 这边加等于i也可以 这种写法的话呢 就等同是sum等于sum加i OK 那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记不起来 你用记刚刚那个也可以啦 因为VBA只能写刚刚那种方法 不能写这种 这种sum只能用Java OK 所以呢 你写这种方法 当然感觉比较简略啦 不过有些同学可能不能 两种方法都OK 所以你把它print出去的话呢 那当然结果应该也是会一模一样的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其他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自己在变化一下 因为你这个地方可以自己在变化 看要加多少 那我在云端上面有一个练习题 一个变化题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在那个底下的console 出现的结果是跑成这样子 1.1 1.2 1.3 有没有 一直到2.0为止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个变化 所以第一个啦 以后反正你要写很多层都一样 你要知道说你需要在这个回圈里面加什么东西 所以 4回圈里面呢 一定是范围 范围是跑几次 所以 1.1到2.0 跑几次 跑十次嘛 所以你4回圈里面就只能跑十次 你不能多一次 第二个的话你要看出什么 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本来就有了 本来就有你就要留下来 如果累加的后面你就要怎么样 再去把它跟I 怎么样相存 或者相加啦 那这里的话刚好 他每下一个就多0.1 诶 每下一个就多0.1的话 诶 这地方要怎么做 另外呢 他是每跑一个就输出一个值 所以特别是print的时候呢 记得哦 那print要放里面要放外面 诶 对 没定 可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概念要有啦 有时候最难的地方就要是 你活用之后呢 你会发现 很快就可以把你看到 所以为什么有人诚实解不出来 就是他没有办法 实际上看到的结果 他没办法把他转换成 应该要撰写正确的程式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而且很快写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就ok了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而且你另外再产生一个新的module 试一下哦 这个变化频哦 我希望在这边看到的结果就长这样子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重点就是第一个啦 我想也是一样哦 多一个变数 意思就是sum 我把它改s好了 然后预设就是浮点 浮点的话预设只有0.0 然后range的话呢就是1到10 所以1到11都点11哦 那这个地方的那个上 这个s我输出的话 这一边产生一边输出 所以print一定是在这里下 一定是在这个4回圈里面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的话 预设值一定有1 所以用1 后面呢会增加 所以加 那跟什么有关系 如果今天i 假设我i放在这边的话 诶 那它相差多少 每个每个间隔是0.1 所以乘上0.1 那i是1嘛 所以乘1.1 那1.1 乘2乘0.2 诶 以此类对刚刚好 所以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如果这样子加 有没有 它刚好是1.1下一个 1.2 1.3 诶 有没有 答案就出来了 不过你把它print出去之后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诶 这边会多出这个东西 不过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出现了 但如果说你不希望它出现这个 奇奇怪怪的小数点的话 那我前面讲过 有三种方法 有没有 有两个是格式 一个是用run的 所以最简单 如果用run的最简单的话 那请各位 你可以 也许第一个来在复习 上个礼拜的东西 你这边加一个run的 然后前刮符 然后呢 后面呢 如果小数点到第一位的话 就逗点 1 ok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可以把这个小数点给去掉了 ok 那就直接把它执行 结果 看到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ok 另外呢 当然我如果不用run的话 上个礼拜刚好交到 可以用那个 加格式化 有个person 有没有 点2f是第二位 点1f就是第一位 然后中间加一个百分比person 就是格式化 print里面的支援 另外你也可以用format 两种方法 也可以复习一下 这些方法以后都会用上 因为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无法去取得你需要的格式 然后这地方的话呢 第一个 请各位试试看 那第二个的话呢 顺便变化一下 所以其实 在缝回圈里面 刚刚我们 有把它加1加到99 可是呢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呢 加的是 基数的 1加 不是2 是加3 1 不要加2 就是偶数的不要加 我只希望1 3 5 7 9 那总和的话呢 就是基数的总和 结果是多少 如果呢 我希望 基数的部分加就好了 在这里的话 你可能 它方法很多啦 不过我直觉想到的方法 最简单的 而且最直觉就是 怎么样 做逻辑判断嘛 跑回圈里面喔 当我要的加 是有个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就是呢 那个I的词喔 它是基数的 才加 如果它不是基数的 就跳过 所以其实这边 很简单嘛 你在上面怎么样 多加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比较好的 可是逻辑判断喔 是能够什么 能够整除喔 能够被多少整除呢 欸 能够整除 如果2的话 能够被2整除的话 那它就基本上 所以喔 前面我们有个什么呢 球鱼数的 有没有 球鱼数的那个 运算值嘛 还记得吧 你可以把那个 拿出来 所以 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先完成 这个结果喔 OK 那我当然是用run的啦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或者你可以用格式 画的方法 可以练习 第二个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回头看加种的部分 如果我希望呢 这个加种喔 是基数的 那或者也可以 也可以换偶数啦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画面先画给各位喔 基数或偶数的